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夢 歡迎回到坐江橋的超能力 身為一個專業的主持人 時常保持秀髮 是必須的 那如果又能夠被女天界老闆娘服務 那真的是人生一大享受啊 因此我們今天就要來採訪一位 自己開理髮廳的老闆娘喔 而且聽說她只服務男性 為什麼呢 自己男生也好看下去囉 那我們就出發去找她吧 經營男士理髮廳的老闆娘Safina 擁有將近十年的理髮資歷 不管是男士理髮 剪油頭修容修虎 通通都難不倒她 老專家的Safina 各散發著女生般的氣息 不僅時常在IG展現好身材 也會在Ttalk分享可愛的短片 其中一支吃牛肉捲的影片 更是創下百萬觀看 讓Safina人氣炸裂 現在就讓我們來好好認識她吧 今天謝謝Safina 不客氣 你回去整理有什麼問題再跟我說 好的 拜拜 這顆油頭也太好看了吧 男生的油頭真的超帥氣的 有種戀愛的感覺 那種戀愛感呢 我猜一定是Safina剪了 哈囉 Safina 嗨小夢 你好 我剛剛有看到 剛剛有一個超帥氣的油頭 那顆頭是你剪的對不對 對 是我剪的油頭 哇 Safina真的是太厲害了 完全呢 就是極美貌與戰略一身 欸不酷 你穿的這麼火辣 男看人會不會受不了啊 因為我剛剛看到後面好像還有露背裝 但是因為我平時其實穿制服啦 所以今天算是對我們比較好 那可不可以轉個身讓我們稍微看一下 可以啊 哇 太火辣了吧 真的是對我們很好耶 大家好好把握今天這一集 那其實我很好奇 因為像Safina這麼漂亮的女生 為什麼會想要專精做男士的理髮 我們今天來問問妳的故事好嗎 可以啊 而且我剛剛一進店裡看就覺得 真的很有質感耶 想要問問Safina一開始為什麼會想要專精做男士理髮 我小時候其實也是做沙龍店的 然後我是到了22歲的時候 我就去澳洲 然後才接觸到男士理髮 對然後就覺得好厲害喔 怎麼可以把男生的頭髮剪得這麼帥 我就很喜歡然後就在那邊學 學了三年 後來回到台灣之後就覺得 很想要自己有一家理髮店 那想問一下Safina 妳覺得這一份工作裡面 哪一個部分是妳覺得最辛苦的 最辛苦當然是從學徒開始的時候 因為每一天都要洗非常多磕頭 我記得我跟我的好朋友 因為我們是一起學的 我們兩個就是邊洗邊掉淚的那種 我剛開始學的時候是才15歲嘛 什麼都不會妳就只能洗完然後再洗一直洗 重複 那妳從學徒然後到自己成為一個設計師 我覺得大概花了多久的時間 大概三年半 快四年吧 成為設計師之後就是不一樣的辛苦 像是妳每服務一個客人 妳要怎麼樣讓這個客人 她下次還會想回來找妳 我覺得就是要提升自己的技術很重要啊 對要不斷的去進修 然後學習新的東西 然後客人每次回來 她會感覺妳好像又進步了一點 我好像又更帥了一點 我覺得就是很真心的去給客人建議 就是不會真的都只聽客人照他想要的 我還是會給他適當我專業的建議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蠻常設計師遇到的問題 假如說一個男生他就拿一個彭于晏的髮型給妳 可是那個髮型就是不適合他 這個時候妳會怎麼跟他說 我會說妳可以剪 但是剪完之後會跟他不一樣 那妳還要剪嗎 那我就會類似這樣的髮型 然後去創造比較適合他的 那想問一下Felina妳一天呢 最多剪過多少顆頭 我在澳洲的時候 我有做過快剪墊 我那時候一天剪過最多的是 93顆頭 93顆頭 那這樣是從幾點剪到幾點 應該是早上9點剪到下午 5點半 10分鐘內就要剪1顆 像現在這樣Barbershop的 一天最多我是剪到17顆 對也是很 17顆也是很多耶 對也是很多 大概30分鐘一個客人 那想一下妳有沒有因為就是 這個職業啊 然後造成身體上的一些傷害 就是那個頭髮呢 它有時候就是會有一個角度 妳必須要去看才會知道說 這裡有沒有剪好 所以都會一個姿勢 可能要一直重複都是這個姿勢 會比較容易腰痠 那妳覺得這份工作帶給妳什麼樣的成就感 妳覺得最開心的部分是什麼 有時候在聊天的過程中 因為畢竟我是女生嘛 所以其實從女生的視角去看男生 我覺得好處就是說 我今天可能剪一個髮型 是欸我自己也會喜歡的 那表示說其他女生看到妳 可能也會比較喜歡妳喔 因為真的很多客人 來我這邊剪完之後呢 會說我越髮髮 居然越好 我覺得髮型 就是可以增加人家的自信 妳常在找Safina剪頭髮嗎 以後會更好 所以今天是第一次的 對對對 那妳覺得她剪頭髮的手藝有多 沒有話說很厲害 那妳覺得她身材很厲害 很棒很棒 那她剪頭髮有沒有那 幸福的感覺 有啊一定有的 我剛剛看到妳還有被她洗頭 那妳覺得舒服嗎 舒服啊 那是多舒服妳可以洗腦嗎 就她有按摩 而且那個力道缸啊 那妳會推薦給妳的其他 會啊會啊 會推薦給妳爸嗎 蛤 朋友啊兄弟啊 我爸妳不要啊 好好好 妳不要害人家 請問妳是Safina的常客嗎 是 那妳當初為什麼會找到她 網路搜尋嗎 那妳搜尋妳是不是有特別搜什麼正妹 我希望我是這樣搜尋的 但是其實不是 我只是打電話預約 然後剛好他們就拍她給我這樣 那妳知道他們這家店的店名叫什麼 Decine 所以妳覺得這是命運單位嗎 呃可以這樣說吧 那妳覺得給Safina見頭髮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嗎 還蠻親切的吧 安靜舒服 那會不會有很幸福的感覺 呃要這麼說也是可以啊 好的理髮師很難找 那特別還要是正妹的 對對對 不要亂來 你還會推薦Safina給其他你的兄弟來見她 會啊會啊 我有推薦一些其他女兒 那會推薦給妳爸 給我爸 呃 沒什麼頭髮不用剪 想獨佔女神就說 接下來看看女神下班後都在做些什麼 那其實我對Safina還有另外一個了解喔 就是妳之前呢 是不是有拍過一支這個Costco牛肉捲的影片 在網路上面席捲 可以說是大爆紅 這個Costco的牛肉捲真的太好吃了啦 嗯 嗯 以外就是這個 100分 那一支影片這麼紅啊 那其實下面有很多網友就是會質疑說 妳是不是故意裝娃娃音啊 或是可能有些攻擊的聲音出來 那妳那時候看到的時候妳心情是怎麼樣 就覺得 因為妳們沒聽過我的聲音嘛 就是大家在 心情喜福上面聲音都會有所不一樣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妳刻意啊 什麼的 但這就是我啊 比較困擾就是 剛開始的時候真的 蠻多人買牛肉捲給我的 那妳知道其實我們今天 也有 也有都給妳吃嗎 我就知道 這個麵包 涼掉了 這個 抱歉 抱歉 其實還不錯 啊幾分 有幾分 100分 耶 我就知道小夢今天會準備牛肉捲 對不還好 這樣子 所以我跟你們說 我也有準備 真的假的 我也要來吃牛肉捲這樣子 嗯 嗯 100分耶 牛肉捲 好好吃喔 聽起來也快哭了 100分 好啦不要再殘害大家的耳朵 其實也知道 Savina C 是一個多才多餘的美女 全會剪頭髮吃牛肉捲 然後還很會唱歌 妳是不是之前還有自創一首 抒情牛肉捲的歌 對就是牛肉捲的台詞 然後唱了一首歌 這顆Costco的牛肉捲 真的太好吃了呢 啊哈 啊哈 我超喜歡的100分 這顆Costco的牛肉捲 真的太好吃了呢 啊哈 我超喜歡的100分 100分 100分 好那我想說 欸今天機會這麼難得 我們也想要聽Savina 現場為我們唱一下 抒情牛肉捲這首歌 而且呢 我們要邀請我們好久不見的 我們的急新聞直DV 來到現場 我們伴奏 歡迎她 歡迎 真的太好吃了呢 啊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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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喜歡的100分 我覺得真的不行 哈囉 我們站盡一點 其實我們有準備吉他 這個Costco的牛肉捲 真的太好吃了呢 啊哈 啊哈 我超喜歡的100分 這個Costco的牛肉捲 真的太好吃了呢 啊哈 我超喜歡的100分 哇 哇 哇 好好聽喔 很厲害 好 我們今天很感謝Savina 陪我們聊了這麼多 如果喜歡她的話 可以到她的IG抖音 他們追蹤她喔 大家也可以訂閱 做香草的超能力 記得訂閱和按下小鈴鐺 或者是那 如果你還想知道 什麼職業 有什麼故事也歡迎 在家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剛剛其實偷偷發生Savina 好像有一個小才藝對不對 你知道你的手指頭 是不是可以發出一些聲響 對啊 先比個五 然後握拳 欸 有聽到嗎